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去年12岁以下儿童交通事故受伤有将近万人 其中更有24人死亡 为了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唐洛市政府特别举办儿童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教导孩子们骑车行进路口要慢看停 行人停看厅等观念 希望透过宣导活动将正确的观念传递到台中的每个角落 持续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让用路人更加安全 台中市长卢秀燕戴上黄色小学生帽和小朋友们 在模拟道路的行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园区 演出互动式情境剧 宣导正确交通观念 10月是交通安全月 台中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 把市府广场变身教育园区 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这个月其实主要是我们全国的交通安全月 那我们希望各县市都在串联 希望透过不同的交通安全的这些活动 可能搭配可能我们不同年龄族群 有长者有小朋友有一般的使用者 那是让我们跟产业端的串联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更重视交通安全 活动也安排小朋友骑乘孩童版紧用小哈雷机车 以及儿童专用迷你小汽车实际体验 在模拟道路地垫上 学习无耗制路口停让方式 转弯车辆应让执行车先行 让孩子不但以行人角度学习 也能够用驾驶的立场换位思考 我们希望透过泥针的方式 还有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 尤其小朋友们 大家要注意安全交通安全 我们大家都自认为 我们对于交通安全有些了解 可是透过今天的活动 我们才发现 其实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完全正确的观念 卢市长表示 台中市相当重视交通安全 因此扩大举办交通安全乐 希望透过宣导活动 将正确观念传递到台中每个角落 未来将持续加强交安宣导 降低国人死伤让用户人更安全 记者杨作坎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